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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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困难等 呼出气体有臭鸡蛋味 吃着饭突然大口吐血 口腔溃疡 贫血 已出血 消化道出血等也是中末期肾病的症状 随着病情发展 患者还会出现幻觉 嗜睡 昏迷等 最后可能会因心理衰竭 呼吸衰竭 肾性脑病等重症而死亡 血液透析 简称血透 是一种血液净化技术 肾病到了中末期 肾脏算是废了 那就搞个机器肾吧 血液透析肌来也 它就像给人外挂了一个肾 把对人体有用的物质保留在血液里 把毒素 垃圾排出体外 但透析肌毕竟是个机器 不向肾脏时刻监控人体状况 自动调整净化程序 所以血透时难免会有突发状况 如有不适 马上告诉医生 透析过快 若透析过程中 肌肝 尿素等物质清除过快 人体一时适应不了 就会恶心 呕吐 烦躁 头痛等 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 甚至昏迷 透析过多或过少 若血液中的水分流失过多 血液总量降低 患者就会出现低血压症状 表现为头晕 面色苍白 出汗 视力模糊 心悸等症状 严重时会出现呼吸困难 甚至晕厥 死亡 若血液中的水分排出过少 血液总量增加 导致患者血压升高 严重时还会引起心衰 抗凝调整不对 血液离开血管后会发生凝固 为防止血液凝固 医生会在透析时加入抗凝药物 若抗凝药物多了容易引起出血 患者可能会出现鼻出血 牙龈出血 皮下淤血等 少了又容易发生凝血 导致回流血液减少 血透翻外偏 动静脉内漏 透析时需要把患者大量的血液引流到体外 血液流速不得低于每分钟200毫升 静脉长得浅 容易扎针 但流速慢 动脉长得深 不易扎针 但流速快 于是把动脉和静脉连接起来 既一扎针 又流得快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动静脉内漏 内漏保护需谨慎 衣袖要宽松 少压少碰 用手摸内漏 感到震颤说明内漏通畅 没有震颤或震颤叫小 伴有痛感 就要立马找医生 腹膜透析 简称腹透 也是一种血液净化技术 腹腔里有个腹膜 全身都是毛细血管 科学家把葡萄糖 氯化钠 氯化钙等多种物质 配置成腹透液 注入到腹腔 腹透液通过腹膜的毛细血管和血液发生物质交换 血液中的基干 尿素和多余水分会通过腹膜上的毛细血管进入腹透液 来完成血液净化 当肾脏不给力 毒素对身体造成损伤时 医生就会建议做腹透 偷袭治疗门道多 简单一抖一击过 服了 神毒菌 神毒菌 说好的肾移植呢 别急 肾移植是重头戏 当然要压咒出场 想做肾移植咋办 肾源哪找 手术怎么做 还能活多久 请看下集肾移植 满满干货等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